要帶您看到台灣史研究先驅中研院士曹永和 昨天他因為多重器官衰竭辭世享受94歲 他的一生可以說相當傳奇 只有中學畢業 卻靠著在台大圖書館工作 自學成為台灣史的大師 提出海洋觀點的台灣島史觀 也大大提升台灣主體性 影響後進學者深遠 結果知道日本有出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 可是那時候基本是台灣史記事的 這是2001年曹永和受邀參與黃虎齊揭幕時 談到當年研究台灣史學受到的壓迫 身為台灣史研究大佬 一生致力提升台灣歷史地位 在週五卻因多重器官衰竭辭世享受94歲 他除了是中研院士 還曾獲荷蘭女王頒贈拿騷勳章 也是台大名譽博士 兩年前日本政府也頒旭日中受章肯定 但他研究之路非常傳奇 只有中學畢業卻靠在台大圖書館工作 廣泛涉獵各國文獻 自學成為台灣史專家 精通日英古河語等堪稱台灣史界多語人 最重要的貢獻就是1990年 首度從海洋觀點提出台灣島史觀 凸顯其重要海運貿易地位 大大提升台灣主體性 而他一直很感謝 東大教授延伸誠意的提拔 看到我的論文以後 認為等於說是想要提拔我 所以他那時候有聯合國的 文教組織的一個研究計劃 他把我送去 叫我去到東京再兇 學者形容曹永和話不多 和善有理 就像個有氣質的老生士 被譽為貴冠下的平凡學者 但他對台灣史的貢獻 卻非常珍貴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